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聊聊天 交换大家的想法 甚至提出一些问题 很多时候都不会即时有答案 但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都是为了转多几个弯 享受高高低低的力险过程 玩得开心 又怎想这么快停 问题是否为了要找答案 黄天忍?是谁? 我是黄天忍 一直以来都是用别人眼中不值钱 没有用的卡板做一些艺术创作 后来又试试不同的东西 多了不同的身份 例如会进不同的学校教工作坊 又在报纸写专栏 又在深水埗的大南街 开了一个地铺叫合社 被人搞展览、做音乐会 甚至乎是书展 我还帮香港电台的《好想艺术》 这个节目做过客席主持 今年Mplus博物馆邀请我来到这里 我还找了很多不同界别的朋友 来跟我合作 包括有研究声音的专家 有建筑师和食物设计师 这里就像一个游泳池 我们跟你一起会跳下去 不过我们不是拖着你的手游 而是我们的出现 会不会影响你一些平日游泳的方式 不再像平时一条直线游泳 可能你要穿来插去 试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展览叫十万个为什么 十是一个靠双手而做的动作 试试很多东西的可能性 试试用胶水来剪东西 试试用圆笔来量度 试试用银笔来量度 试试一次可能就会发现 诶,原来这样也行 艺术除了被人画画之外 会不会就是要令人觉得 什么都有可能呢 在学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不习惯,会怕自己学不懂,会有很多疑问 于是乎很想问人们拿出答案 其实第一个答案是哪里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跳下水去感受一下呢 到最后可能背泳,自由式,娃式,碟式统统都不懂 但是我们可能会掌握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游泳方法 难道看完所有学游泳的书,就真的会游泳吗